高雄市三民区一处公园旁边停放了一辆车 这车上常常会有人共襄拜拜 车内更是摆满了金纸平安符 这个样子让附近的居民相当好奇说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而我们记者实际询问了车主 原来这辆车曾经救过他 不过像这样长期摆放在公园旁边焚香拜拜 似乎也让李明觉得毛毛的 对此当地里长已经出面跟车主协调后续的拜放问题 都市传说真的出现了吗 往车内一看不只有满满的金纸 车窗贴满神秘的平安符 副驾驶座放有插了柱箱的发膏 挡风玻璃上还有生人物镜的纸条 让人看了真的觉得毛毛的 这台车放很久了 而且上面有一些 弄一些什么很怪的东西在上面 造成很多困扰啦 不好看啦 说实在的 散步散到一半看到这里停放了一辆车 上面还写着生人物镜 让民众看到实在觉得怕怕的 实际问了车主才知道 其实放在这边另有原因 面对大家后期询问车主也直言 自己因为工作关系 需要常常往深山跑 至于这辆车曾对他有恩 会这样完全没有恶意 只是这停放地点就位在 高雄市三明区的公园旁 时常有居民前往运动散步 觉得观感不佳 也让里长时不时就收到投诉 前面这边插箱 你看还有痕迹啊 有李明来跟你讲这件事吗 当然反应到电话接不完 实在很伤脑 尽管这神秘的车辆停放 原因得到解答 但因为车主也没违规 无法强制请他撤离 现在也只能持续沟通 就盼双方都能各退一步 达成共识 记得陈美纯肖致远告错不倒 感谢您的解答 再见